1999年12月20号 我们的政府终于从葡萄牙人手中 收回了澳门的行政主权 阔别祖国130多年的澳门 欢天喜地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们所有的人坐在电视机旁 观看了这个具有历史时刻的直播盛况 光阴仍然 岁月无缩 算起来我来到澳门已有20年的光景了 我的家以前是在广东江门的沙冲存 一九七九年六月的那一天 是个特别的日子 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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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子 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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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样 华盛 怎么样 华盛怎么样 华盛 华盛 这傻小子 把我吓死了 强子 慢点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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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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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烤上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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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烤上了哥 你看 烤上了 不许听一顿书 妈知道了吗 知道 游递员来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 他让我来告诉你的 你想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知道 你们俩在这儿待不住 花生咱们哥俩考上大学了 咱们村啊出了状元了 大学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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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水舟 李水舟吧 是你 骗子 你还敢回来找我 你去我大学校园没有啊 没有 估计跟片堂差不多吧 哥 歇会儿吧 手没事啊 没事没事 哥 你接吧 这人大可在北京啊 我连北京都没去过 这人大就更没去过了 哥 放假的时候你去找我吧 我带你把那北京厂逛个便 要不我们提前办法也走 我先跟你去口中 然后再去北京 怎么样 干活 看什么 家里就我一个人 刘兰婷在墙上挂着呢 兰婷子一走 你有十几年了吧 当初你骗走买棺材的钱 一走了之 我是又借了钱 才把兰婷下葬的 为了还上这笔借款 我跟两个孩子 挨了整整三年的饿 一辉啊 你是误会我了 当初我拿着钱去镇上 给兰婷买棺 不想被人给盯上 把我给打混 等我醒来以后 发现钱没了 我怕引起你误会 只好选择了一走了之 我错了 我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 你分明是拿了钱 跑到澳门去了 你既然这么说 那我也没有办法 你知道 打小我就喜欢 你不要再说什么 喜欢不喜欢 你要再说这两个字 我马上轰你出去 好好好 我会走的 但是我要把正事办完 我这次来大陆买茶叶 是贺年托我来找你的 贺年 对 你亲弟弟黄贺年 我们在一家茶楼做事 他怎么样 他可十五年都没有音讯了 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 马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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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老人家买的瓶酒 来 有话就说 以后我可沾不上你的光了 你先喝了我再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走吧 走吧 咱们村啊 这么多年 也没出个秀才 你们哥俩双双考上了大学 全村的人都觉得光彩呀 跟马叔 我 我们家的情况您最清楚 我们哥俩不可能同时走 我先让华杰总 我留下了 我跟人家干一辈子 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先借我点钱 至少保证 让华杰把这四年大学先念完 他得了什么病啊 癌症 膀胱癌 他想在临走之前 和你们家人见上一面 他 他身边就没有别的亲人吗 他一直单身 没有结婚 也不是了 他和店里的伙计们住在一起 大家呀 都有一个照样 对了 他留下了一笔遗产 希望你们家人过去寄照 好 好 那我去吧 你去能干什么呀 我是他亲姐姐 我是他在世唯一的亲人 我要去照顾他 给他送庄 当然 当然 你当然可以去 不过 最好还是让你的儿子去吧 你不是有两个儿子吗 可我那俩儿子 马上就要去上大学了 嗯 好